movm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全國學啦 今天是3H7號 那我人呢現在電競網咖裡面 電競旅館啦 不是電競網咖 電競旅館裡面 那在我旁邊是小雅啦 小雅在在看 動漫 動漫演集 我老爺只是 剛才想要翻唱 翻唱不了 比較不好聽 因為沒有音樂 就怪怪的 然後 我自從3月16號晚上 下午 下午5 6點的時候就來的 就來住 然後 住起來的體驗的話 你們有跟3月16號的直播 就應該算蠻清楚的 我很久沒看到那個去背畫面的聊天室了 真的很久沒看到去背的聊天室 真的 然後 然後 住下來睡 睡了一晚是 覺得 這個太扁了啦 這超軟的 睡起來超軟的 然後 棉被 棉被還OK 然後 這個 是超軟的 稍微 耳機 這超軟的 它 它裡面好像就是彈簧而已 感覺就是只有彈簧而已 蠻彈的 然後 餐點的話 都蠻不錯吃的 那地點的話 是在 崇德 文森崇德這一邊 文森崇德這一邊的快樂鳥 電競旅館 它一二樓都是 一般的 電腦區啊 然後三樓 才是住宿的地方 有 有單人的 有雙人的 那 價格的話 因為我是住 我就先 選擇 雙人的 然後 十二小時 那 它會再加收 兩百元的 抵押的錢 假如沒有 就是帶外食進來 然後 就 就會 歸還你兩百元 那 金額是 一零八零 平日是一零八零 假日又比較貴一點 差不多也 一 一千多 一千多柱頭 一千多柱頭 還不到一千五 那假如你今天 加點餐的話 它是 餐點送過來之後呢 這就直接順便跟你收錢 你點完 它就把你收錢 那 飲料的話 你可以到一樓裡面裝 還有 然後 尤其 在這邊的話 我已經吃 昨天晚上吃 一次 那個 沖刷牛肉麵 然後 早上又吃沖刷牛肉麵 還有炸物 嗯 蠻不錯吃的 飲料也蠻好喝的 嗯 住下來整體 來講 五 五顆星的話 嗯 4.5 因為Google評價的話 它們是4.1 那我給它4.5 不錯 出起來不錯 但是服務的話 也不錯啦 嗯 它也有監洗啦 但是 他們監洗的話 要加收50元 哎呀 天啊 每個都要加錢 好啦 就是這整理下來的 嗯 之後應該會有影片 嗯 敬請期待 那個 我在台中的影片吧 那 這一部就是 我在 賤金旅館 住下來 的體驗 那 影片呢 就到這裡結束囉 喜歡呢 記得按讚 訂閱 加開啟小鈴鐺 那 你們可以帶來看 這裡 關心蟲德這邊的 快樂娘電競旅館 嗯 那我們就下一次的影片見 我們就這樣 掰掰 請問吧 便堂 咱枱